上回講到 王子盈臨危壽命 怕趕不及六五點半的卡士 叫張文彩頂 怎知道張文彩反口 還以上司身份施壓 不就搞到阿子盈 昨天有自稱無線新聞部幕後工作人員爆料 說這件事是有Version 2的 Wendy有之前沒有答應過 說他讀完晚半是沒有這件事的 說王子盈是5點20分讀完周末闖 才叫張文彩讀 張文彩也沒有用上司的身份欺壓王子盈 幾年以來用到 看到誰有野心 沒有野心全會是 是啊 張文彩 我知道 整件事我們很多科學都覺得 他很不值得 但是你問過 看新聞當時人心的 一定是張文彩頂是王子盈 真的像是英國人小的 一定是王子盈 因為王子盈其實 說真的 不是很有人 只是一面 嘩一面倒的公勢 無線版的金枝肉葉 真是好看過無線拍的金枝肉葉 昨天一班主播因為這件事 被高層開大會照廢 有人看到張文彩眼紅紅地走 還哭爆打給朋友訴苦 黃子盈也是木口木棉 見到鏡頭只會向顏寬笑 還全程封口 水星 水庫 真是要大結局才知 順帶一提 張文彩昨天如常報天氣 表現都不錯 日本科研神奇修身 容纜烤素 嚴選多種梳果 幫你保持美好身段 容纜烤素 爭行全城